我們現在要來玩真的 那玩真的之後 你手上先拿到這個 先把這個 這一顆拿出來 有沒有 有一顆這個 然後呢 你們還會有條這個線對不對 當然如果你像老師剛剛一樣 你可以考慮用行動電源 用行動電源 或者是比較長的這個連接線 這樣你們再用會比較方便 因為它只是借用電腦的電而已 好 你先這兩個 那你在用的時候 這一個有沒有 這樣直接插進去 直接插進去 等一下你在接電 等一下你在接電 那 我們還有一個 平常建議大家養成習慣就是 如果你要接這些外接的感測器或元件 比如說LED燈啊 或我們剛剛超音波 最好都是在這種斷電的狀態下接 這樣了解嗎 你這次是完正中 哈哈哈哈 所以 最好是還沒有接電 或者把它變拔下來接 那 你先 老師先接一次給你看 接電源 好 我就用這個 我把它接上我的這個行動電源 好 我把它打開 你注意一下這邊燈號的變化 好 有沒有注意到這邊 紅色的燈在開始閃爍了 對不對 閃爍就表示它目前在找什麼 我們這邊的無線基地台 欸 有沒有發現 我這邊 好了之後 那個燈就消失了 你再看一次喔 如果說它有找到的話 如果找到的話 如果找到的話 因為老師前面有一台 它開始閃爍 閃爍完 它會再亮一個 綠燈 有沒有亮一個綠燈 對不對 亮一個綠燈 表示它已經連線成功了 如果你 打開之後 欸 奇怪 一塊一直亮紅燈的 表示 你的這個 這一塊板子 它沒有找到它裡面所設定的那個什麼 所設定的那一台無線基地台 這樣瞭解 因為我們這個裝置需要連到網路上 我先問一下有哪幾台你是亮紅燈的 紅燈一直亮一個的那一種 你可以先插看看好了 好不好 你先插電源試看看 有沒有哪一台是一直亮著紅燈的 那我怎麼知道 到底你的裝置有沒有真的連上去 我們先看一下這裡好不好 來 這個地方齁 你們那個 打開那個盒子之後啊 應該都會有看到一張紙 有沒有這張紙 你們盒子裡面有沒有這張紙 有對不對 來 問一下喔 有沒有兩個號碼 一個叫做什麼 SSID 一個叫deviceID 請問你的寵物應該是叫哪一個名字 下面那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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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 下面這一個 下面這一個 好 所以如果我要確認 你的裝置有連到Wi-Fi上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來你看一下我們往下走 我們剛剛那個 線上模擬器啊在這裡 你看老師這個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閃電 你可以把它打按一下就好了 你就多多兩下 把你的ID打在這邊 記得喔 這個地方 有的 這個不知道是零還是 這應該是零啊 這個字應該是零 零跟O一樣分清楚喔 有沒有 還有 還有大小姐不一樣喔 大小姐 你們的應該都是四位數 如果你剛剛有用老師的 那三個應該是六位數 六個字 好 所以這個地方你打進去 如果他喔 變成像跟老師一樣 變成綠色的閃電 恭喜你 你可以呼叫他了 如果是亮紅色的閃電 就表示他沒有在線上 你不要摳他 摳了也沒用 呵呵呵 這樣有了解嗎 好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看好不好 看看你們家的裝置有沒有在線上 剛剛大家接好之後 等一下我們把這個LED燈硬體先接起來齁 那 這裡面應該有三顆 那我的 我都有再貼一個那個 雙面膠 因為LED燈比較容易掉出來 哈哈 所以我放在這邊 你可以挑一顆你喜歡的 齁 看你要紅燈啊 綠燈啊 都可以 那我這邊呢 已經挑好一個 在這裡 你可以先真正看看 有沒有真的有長短角 有沒有你挑一顆拿出來 那待會呢 我們要連接的時候啊 還是請各位 做好一件事情 雖然LED燈其實不太會壞啦 但是還是麻煩你先把它斷電好不好 先把你的電源先斷掉 齁 那 這個呢 我們這個 LED燈 你可以看一下 LED燈 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怎麼接 摩擬器啊 摩擬器啊 摩擬器我們是怎麼接的 短角是不是接到接地 對不對 音級嘛 長角是正級 我們接到10 那 你這邊呢 Smart上面沒有10喔 來你看一下 你把Smart左右翻一下 有沒有找到有一個叫GND 它的上面不是有15跟02嗎 我們不要接15齁 15因為有那個3這裡的低燈有用到 我們接02這裡 但是如果你這樣拉過來 你看喔 我這樣子 有沒有發現我的那個 好像腳位 太窄了 對 你可以搬開 只要你沒有暴力傾向 不要把它折斷就好 它腳可以張開好嗎 這樣有沒有看到了 你不要太大力把它折斷就好了 來 我們一定要讓它這樣子 你看 一隻腳是不是接短的 一隻腳接長的 接到02 有沒有老師接到02 這邊 有沒有這樣 但是你插進去跟插座一樣喔 把它壓到底 以後你們結婚的時候 啊 以後結婚的時候 會有一個儀式叫做戴戒指啊 要一次壓到底 呵呵呵呵呵 這樣才會把你老公壓得死死的 呵呵呵 開玩笑齁 就是你要把它壓到底沒關係啦 你稍微用力一點點 記得先斷電喔 好不好 先斷電 所以我們待會呢 這個 腳位我們就是用02去控制它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好了 好了 確認 OK 你再把你的電源接上去 好 再把它接上去 這樣有沒有問題 我先把畫面 還給你 這樣做 這樣做呀 我還可以吃